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澳洲资金的分配上 遵守法治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一对一和全体会议之后 两位总理抵达了加尔默特修道院的全景厅 芬兰总理谈到了建立更好的欧洲共同目标等话题 芬兰总理说道 今天我和欧尔班总理强调 为了保护欧盟预算和商品的良好使用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平衡和法律上明确的文件 将接受欧盟商品和法治联系起来 关于法治问题 芬兰利总理说道 芬兰利人不像芬兰人那么幸运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被占领 被独裁政府统治了40多年 因此当他们质疑我们或者质疑芬兰利的法治时 他们践踏了我们的荣誉 我建议他们好好的考虑 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基于一个国家侮辱另外一个国家 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没有事实和证据 我们不会互相指责 总理补充道 很难比较法治的执行状况 因为例如 芬兰利有些存在的法律机构 是法治国家的基础 但在芬兰没有这样的机构 在谈到欧洲问题时 欧尔班维克多强调说道 双方同意现在建立的欧洲机构 应该越来越多地关注他们所同意的内容 而更少关注那些存在分歧的地方 他们期望各大机构的新领导团队 将会比过去更成功 在国内将会继续投资的浪潮 三项重大革新已经发布 同早期一样 目前也首屈一指的是机器 设备的革新和技术的现代化建设 专家认为将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但也将会对经济上涨的保持做出贡献 从现在开始 荷兰 非史兰 位于马胎 韶尔考的工厂 将能生产一百多万条 希望令人最喜欢的干烙及时棒 并拥有全新的生产线 由此 荷兰公司开始了为期为五年的投资 周期农业部长表示 有了这一点 这个部门将会继续增长 这意味着五个 十个 甚至一百个家庭的工作 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工作 他们有发展的机会 完全属于西娃利人的文艺复兴公司 今年正好庆祝70年生日 并斥资20亿福林新建了一个厂房 并对机器和设备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我们为厂房举行了落成典礼 这表明这家公司经营的很好 在米什卡尔茨 GS UASA的新厂房 也落成了这家日本高科技公司 在这里为电动车生产电池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表示 各国之间在大规模高科技开发方面 存在着巨大的竞争 例如对GS UASA公司的投资 这场大型国际比赛中 我们需要很多理由 例如欧洲税最低的国家是巨大利 或者是我们不断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 或者是我们不断扩大我们的职业培训 米什卡尔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创新闻名的GS UASA 于2018年宣布将撤资约90亿福林 在米什卡尔茨南部工业园区建立 其欧洲首家工厂 政府为此提供了4.5亿福林的无偿资助 夏尔多·彼得在国家投资局的大会上表示 薛亚利的外交政策 需要向对外经济的政策服务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表示 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 是对投资者的吸引程度 对此他强调在我们国家 几乎实现了完全就业 并且外貌也接连不断的突破记录 瓦尔高米哈伊就此表示 必须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才能使薛亚利继续成为投资者的目标国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 我们唯一的机会是我们的教育体系 是否能转型 以及我们是否投资于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 因此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改革 我们的教育体系上 让它更有竞争力 让孩子们在离开学校的时候 拥有更大的附加质知识 今年包孔尼之家被评选为年度乡村别墅 门廊浓色位于维斯普雷姆的新藏地带 是新亚利最古老的露天民族展览之一 它介于1935年仿照包孔尼的一座 贵族小房子的模型建造 通过建筑物我们将有机会了解 其脆弱家庭在1900年代初期的生活 在德布勒森的迪里博物馆 举办了一下阿尔塔战事的展览 该装甲骑兵之墓于2017年 在德里克斯克附近发现 并由考古学家凯里尼命名 他根据其头骨使用最先进的技术 和面部重建技术 创造出了七世纪战事的真人大小的人物 展览一直开放到今年年底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谢谢大家